这是一段完整的表演 首先很感谢我的领导支持 我搞这个 他们真的非常开明 然后每次请假都跟他们说 这把肯定淘汰 以后就回去好好上班 每次都晋级了 我这回就是忘说了 我就被淘汰了 但是真的领导 不要再让我去粉丝群卖车了 这几年也就是我们行业不景气 要不然这个节目的冠名商 说不定是我们公司呢 我就带字禁足 我觉得我怎么着 应该也不会被淘汰了 然后还要感谢无忧喜剧 然后当初就是皮球 他们劝我过来参加 他们说来了就能见着五月天 骗子 小话太逗了 然后还要感谢肖狗文化 真的你们公司每次出事 我们公司的纪简尾都会找我谈话 让我洁身自好 让我重新说一般 感谢肖狗文化给我提供了这个平台 他为什么不讲这个 你们真的给我的生活 平凡的生活 中天了很多烦恼 今年我感觉好多演员都不开心 我觉得一份工作 如果让你们不开心 你们就考虑换个领导吧 你说 你们输了快乐 拿了大王又如何呢 没道理 拿了大王 你们当然就可以赚钱了 但是我现在是没有这个希望了 所以你们有活可以想着点 我便宜还不挑活 我也很感谢我自己 我这么懒的人 我当初就是为了抱怨一下生活 然后他们跟我说 这就是脱口秀 他们门槛也太低了 感言也太炸了 选赏最佳 我现在每天被逼着写稿子 演出子 比赛子 还让我上点心 我的心太大了 不好上 还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的喜欢 真的受宠若惊的 我知道我长得不错 身材也还可以 家庭也很幸福 工作也很稳定 我还幽默 但是有一些男观众 不要再给我发奇怪的私信了 你们配不上我 好了好了 我感谢完了 祝大家身体健康 记得想我 线下再见 脱口秀去年是火了 你们能想象到吗 就连我这种 去年都能和邓伦同胎 冷静一点 我刚开始觉得没有什么的 不过就是一个男明星 对吧 我只要做好我的工作 那天客串一个主持 问他几个问题 讲几个段子 我一定要让他 见识见识幽默女孩的魅力 但我没想到 他太帅了 他一上台我就意识到 完了 在美貌面前 幽默一文不值 而且我这个人很有礼貌 你问他问题 他会看着你的眼睛回答你 我当时就觉得 我 他对我是认真的 那天是个直播 我妈也看了 连我妈都看出来 邓伦看上我了 开心坏了 就把那个视频转发给我爸 那个视频的封面呢 就是我跟邓伦的一个合影 我爸根本就没有点开 因为他直接秒回了一句 女儿喜欢就好 我没有什么意见 爸爸 我也没什么意见 但人家粉丝有意见呀 当时就发消息给我 说 什么垃圾主持人 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丑八怪 还敢给各个地话筒 收给你打断 其实我自己也追星 所以我很能理解他们那种心情 但我还是有一点难过 回去广州以后就跟我同事抱怨 我说 他们说我是个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丑八怪 我同事气坏了 他说哈 雷普通发还不好啊 你们发现了吗 我今年非常放松 都已经敢开始议论男明星了 那帮人还想着挑战我呢 天真 他们都不知道啊 我今年呀 在我那个汽车公司的市场部工作 工作内容非常简单 就是当甲方 手上的项目呢 也不多 最近在谈的就是 透球大会的赞助 早讲啊 姐姐 我的心 顺利的话啊 我打算在那儿挂我们公司的logo 好 我来在那儿给我自己加个座 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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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打算挑战我 哎呀 赶紧想想怎么在段子里 给我加广告吧 我这个甲方的要求很低的 可以硬广 但一定要硬的自然 可以吐槽我 但是要明扁暗保 哎呀 到时候就站一排 挨个给我讲一遍 我就看着 我就不笑 我都想要怎么点评他们了 哎 就是仨词 学会你就可以当甲方 这三个词 可你让你什么都不懂 就否定乙方的全部 对吧 而且我以前就觉得甲方 好像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当了甲方以后想通了 就是想要恶心你 我觉得我还参加什么图为塞 我觉得那个座应该是给我留的吧 应该直接保送的吧 我都这样了 哎呀 但是我怕李丹劝我 说 小慧老师 还得麻烦你来走个过场 要不我们这个黑幕不好安排 我说行 那我开个车上来讲五分钟广告 差不多了吧 哎 他说你不讲段子 我怎么拍灯呀 我说小李呀 不拍灯没关系呀 我就撤资呗 话说成这样 我一定要赞助了 你知道我每天给我领导发消息 我说赞助的事不能再拖了 再拖我这总冠军都要给你拖黄了 他说不至于吧 咱们谈个赞助 又不是谈收购 再等等 我说等啥呀 你等我淘汰了 我觉得我等不起了 就这几年 我对公司可以说是兢兢业业 公司对我真就像白嫖 哎呀 把我掉到什么市场部 一开会就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呀 领导说 对 你有意见也不跟我们说 你都上外面说去 哎 领导 我建议你不要挑衅一个信任你的女人啊 现在我跟你说我有啥意见 我觉得买车就要买绿原液冷电 绿原电动车 续航百公里 平时保六年 哎 反正话我都放出去了 你要是不想当赞助商 我就加入赞助商 绿原电动车 你等着收我的简历吧 谢谢大家 许会